大家好,我是東京走橋的鮑勃 日本除了摩登現代的建築以外 也有許多代表日本歷史風格的區域 比方說京都的二年三年版 小京都之稱的金澤日葛朝屋 小江湖之稱的川越 日本遺產炳之譜 夏亭風格濃厚的朝鴨 或是各地百年千年以上的溫泉街 這些地方好拍照、好散步 也藏有好吃的東西 更有特色的旅館 鮑勃這次就來介紹這些區域給大家 江湖島是東京近郊旅遊的首選之一 是一個周長4公里標高60名的鹿連島 是神奈川縣指定史基名勝及日本白井之一 島上包含自然美景 美食 以及歷史文化 是一個即便第一次來東京自由行也可以安排的行程 我們花個幾個小時來享受這座小島的美好吧 這座島嶼位於神奈川 交通很方便而且距離延長不遠 你可以選擇上午現在延長以待 然後下午再來到這裡 或是一早從新宿出發 搭乘小田極限來到片賴江之島站 也可以搭乘非常有特色像雲霄飛車香南單軌電車 到香南江之島站 那我們來介紹江之島上一部分的景點吧 從車站下車之後我們順著長橋往前走 然後跟富士山打個招呼之後來到島上 首先迎面而來就是通往江之島變彩天 仲劍師通有200年歷史的青銅鳥居 江之島變彩天仲劍師通 算連接江島神社的表參道商店街 一路上有很多特色的小吃店跟土產店 接下來我們通過江島神社的玉神門、瑞心門 外觀是模擬龍宮城所設計的 充滿著日本神話的美感 接著往上走我們可以參拜知名的江島神社 這個神社主要供奉宗向三女神 分成奧金宮、中金宮以及邊金宮 三者統稱江島大神 可以利用爬山劍行的方式參拜這些神社 如果角力不是很好的話 你可以搭乘須付費的墊覆梯 輕鬆的拜訪這裡 如果想要跟另外一半感情順利 可以拜訪獵人之秋 在龍戀之中敲一下鐘之後 把掛索放在牆壁上 做你們感情長長久久 大概在江之島的至高點之處 是一個看好的好區域 想要無遮蔽的全景 可以登上展望台燈塔 C Candle 一路往下降我們到了江之島的另外一邊 島的西南方的治兒之淵 是一個海時台地 是神奈川縣的50個美景的其中之一 天氣好了大白天來這邊看海景很棒 還可以順道觀賞遠方的富士山 夕陽西下的時候也是浪漫 在這裡當然是江之島的最後一站吧 回程可以順著原本的路往回爬 也可以利用搭船的方式回到本島 短短幾分鐘的船程不大讓你省下很多時間 也是一個看風景放空的好機會 爬完了浪漫的江之島 就用一個浪漫的晚餐結束這個行程吧 該在海灘邊的GARB 是一個義大利料理餐廳 在江之島這一帶非常的知名 店內大概有200個位置 所以理論上應該是不需要排隊的 食材使用了江之島的新鮮海鮮 以及香南的新鮮蔬菜 有各種不同的小菜 披薩 義大利麵等等的Menu可以選擇 以合理的價位讓你吃的薄薄薄 以上就是這次的介紹囉 如果喜歡我們的內容還可以訂閱 Follow我們的YouTube Facebook 還有Instagram 看更多內容 我是鮑勃 大家下次再見 掰掰